客机失踪54年,智利山区陷踪 电影《海旋》,许多客机神秘失踪事件 仍是航空史上的谜团 随着时间消逝,蒙上更多迷雾 但谜底有时也会被意外解开 智利一支登山队前天宣布 在海拔超过3200公尺的安地斯山区 发现客机残骸和罹难者遗骨 根据调查,很可能是54年前 搭载24人的智利国家航空公司班机 机上有多名顶尖职业足球球星 飞机下落不明后震惊体坛 1961年4月3日 顶尖的律师自球队到客场比赛 随后分成两班飞机返回首都圣地雅各 教练和8名主力战将乘坐的班机 在安地斯山宣告失踪 大批球迷出席葬礼 痛失主力的球队从名列前茅落到倒数第三 巡获残骸地点和官方当年指称的地点不同 但登山队拒绝透露确切地点 以免有心人士盗取现场物品或骸骨 动新闻综合报导